尘埃落定,林书豪加盟北京首钢征战CBA,2000万年薪创纪录。 上赛季林书豪跟随猛龙队拿到了NBA总冠军,但林书豪的存在感却有点不足。 季后赛中林书豪已经成为猛龙的饮水机管理员,整个总决赛也只有几分钟的上场时间。 林书豪与北京首钢俱乐部正在积极地交流,商讨林书豪下赛季来CBA的可能性。 林书豪已经与北京南篮达成加盟协议,下赛季林书豪将身穿北京南篮的战袍征战CBA。 根据记者此前的爆料,北京首钢南篮给林书豪开出了CBA第一外援的薪水,税后年薪达到了300万美元,成为CBA历史上年薪最高的外援。 以林书豪目前的状态,即便留在NBA只能算是一个角色球员,并不能获得出场的机会。 而加盟CBA之后林书豪将成为球队中的绝对球星,拥有无限开火权。